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一個剪輯軟體 叫做Final Cut Pro Final Cut Pro是蘋果電腦公司所發展出來一套非常便利的剪輯軟體 適合剪輯劇情片、紀錄片、實驗片、音樂片等各種類型的影片 今天我介紹針對初學者第一次使用這個軟體 的一些方式 原則上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Final Cut Pro 我們把它打開來 好 這個是這個剪輯軟體的基本介面 我簡單介紹一下 從左上角開始看 這個地方是工具列 那麼在下方最左邊的這一塊是素材 素材的項目 素材的內容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最上面這個叫做Library 就是一個資料庫 或者叫做圖書館 那下面Smart Collection是指說 有一些所謂的智慧型的資料夾 會放在這個裡面 那它本身設定有 video、audio、favorite就是最喜愛的素材 projects就是專案 stills就是相片 它自動會幫你分成這幾個資料夾 你可以把相關的素材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下面這個是每當你開的時候 它一定會給你一個event 就是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呢 它首先會用日期來命名 那下面這個是我自己重新開的一個event 所以它後面加了一個e 那這個是素材的資料的這個鎖影 那右邊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素材呈現的一些樣貌 等一下我把素材抓進來 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中間右邊這一塊這個是播放器 所以我們會看到素材之中的內容 從這個地方播放出來 那最右邊這個地方叫做inspector 就是我們可以把就是一個檢查表 就是把如果我們點選哪一個資訊 那它就會把它的細節內容顯現在這個區塊裡面 那下方就是所有的時間軸 就是所有的簡潔素材 聲音素材、字幕、聲音等 都放在這個時間軸裡面 我們來處理 右邊這個是所有的效果在這個地方 那從上方這個地方 就是這是效果的資料庫 這個是相片的資料庫 這個是音樂的資料庫 這個是轉場 轉場的資料庫 這是字幕的工具 這個是各種的效果的產生器 這個是所謂的主題性的資料庫 OK 我們現在就示範說如何把素材抓進來 素材抓進來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是這個SD卡 你就把SD卡插在電腦上面 如果是有一些其他硬碟 你就要把硬碟接上電腦 然後打開file 左上角這個file 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需要新增一個自己的一個project 比如說特定的專案 所以你知道file new裡面 它這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是project 第二個是event 第三個是library 所以你可以先開一個project 打開一個project時候 它要命名 我們就先測試好了 測試project 然後我們放在event 就是我自己建立的這個2016 5月4號第一號的event裡面 我們點ok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就有一個測試project 就是這一個專案 那目前我們沒有抓任何的素材進來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有素材 所以接下來就是進到file 這個import media 然後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所選擇的素材的來源 有這麼多地方 我有copies的硬碟 有Macintosh HD的硬碟 有Transcend的硬碟 有另外一個命名的硬碟 那我想說這次從copy這個硬碟裡面 擷取一些資料 這個地方裡面有非常多的資料夾 我需要打開來看 這個就是相片 我只要點選它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相片的內容 好 我現在要抓一些影像 動態的影像 我們打開一下下面的一些相關的資料夾 找一下 哪裡有我需要的這個資料夾 像這裡有一些MOV檔 點選它 我們就會看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拖拉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下面就是相關的各種不同的資料 假設我要選擇這四個 我就要選第一個之後 然後左手壓shift鍵 然後再點最後一個選項 然後這四個就是我選擇 我要輸入的 那這個地方我們可以選擇 就是要這些素材要加到哪個地方 我就加到2016 5月4號的第一個 這個event裡面 那我也可以創造一個新的event 然後在這邊打入名稱 那我目前有決定放在 我已經建的這個event裡面 那接下去這個file 我是要放在library裡面 還是我要保留在原處 那我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選擇 我要保留在原處 放在library裡面的好處 就是說它會將這個素材呢 重新拷貝一份 放到你的這個資料庫的裡面 所以就是你的原始素材可以移開 可以比如說是SD卡 SD卡就可以拔掉 就不需要一直插在電腦上面 那如果你選擇是leave file in place 的話就是說你要保留 那個原始檔在原位 原處就是說 我並不做一份拷貝到我的電腦 到我的這個資料夾裡面去 就是我的圖書館裡面 那麼它就會保留在原處 那如果你那個外接式硬碟或SD卡 抽取拿掉的話 那麼你的final card pro就找不到它了 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一般來講 就根據你的需要 你來選擇 你要放在什麼地方 是要copy到library 或者是留在原處 好那我目前我選擇留在原處 那麼這個下面就是說 你要選擇是transcoding 你是不是需要做一個轉碼 就是最佳化的一個素材 那當然它會產生一個很大的資料量 在其中會佔你的硬碟 如果你不希望它佔你的硬碟 你就不要選這一項 你就可以用比較低畫質的這個素材 來剪接 這個叫做create proxy media 就是只是創造一個捷徑 它直接抓原始 就是直接連到原始素材 但是並不會幫你運算一個新的 畫質比較佳的 比較好的素材 但這個這樣是可以節省空間 所以我暫時就是create proxy media 我選擇這一項 那下面就是有一些關鍵字的一些選擇 那這個地方我們暫時就先不管它 那Vidio就是它是不是要它analyze 就是分析它的影像的顏色 如果你想要讓它幫你最佳化顏色的話 你可以打勾 這個是音軌的部分 你要不要讓它修理你的聲音的問題 那你需要你就打勾 當你開始截取素材的時候 是不是要關掉這個視窗 如果需要你就把它打勾 好接下來我就選擇這四個項目 我選擇import selected 然後點選它 好它就開始抓 抓素材 我們看到目前有四個素材 已經被我抓進來了 好這四個素材 我如果選擇這個是我的第一個 要使用的素材 我可以決定它的起始點在哪 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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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它的起始點 然後選擇它的結尾點 那這個黃色的框框之內 就是我選擇要使用的素材 那我直接可以將它拖曳下來 放在時間軸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時間軸 那我要看它的話 我就直接拖 直接壓spacebar 空格鍵 spacebar 這樣就是第一個鏡頭就剪好了 那我在挑選第二個鏡頭的時候 我也可以在這個地方選擇它的起始跟結尾點 假設我要這一塊 那我直接將它拖下來 放在第二個位置 那當然這個素材呢 我可以前後對調 我可以把這個拉到後頭來 那這也是很容易的放 很容易的處理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快速的 把這兩個素材都放在時間軸上面 那放時間軸上面 除了我剛剛的方式之外 還可以按這些鍵 比如說我選了這個素材 然後呢 我要將它放在這兩個素材之後 我可以按這個鍵 好 那這個素材比較長 這個素材比較長 就接在這個前面兩個素材之後 看到 那因為這個素材很長 比例上是比這兩個長很多 所以它超出了這個時間軸數 能觀看的範圍 那我可以壓shiftz 讓它符合這個視窗的長度 就是全部壓縮在這個單一的畫面中 好 那這個也許這個畫面太長 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縮短 把它拉頭去尾 比如說這個才是我要的 我再將它shiftz 就是放大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全螢幕 第三個畫面 我決定 也許我要放在這個畫面的中心 在這個地方 是我要插入的點 我在這個地方 壓B 就是變成一個裁切的刀 在這一點 它就變成兩個段落 然後再壓A 回覆選擇鍵 然後這個時候我把時間 這個playhead 就是這個垂直的這個線 叫playhead 就播放頭呢 放在這個切斷的點上面 然後我選擇在這個地方 這有一個按鍵 這個叫做insert 就是它會將這個畫面直接插入到這個兩個畫面中間 好 我們試一下 好 它已經插入了 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這個畫面也蠻長的 我們把它縮小 用shiftz 這個畫面已經插在這個跟這個之間 所以我可以用手動的方式把它縮短 根據我的需要 那如果中間我任何一個素材不要 我就要點選它 然後壓Delete 它就會刪除 然後目前我可以再放大這四個Clip 放大 然後變成單一螢幕來觀看 好 這個就是非常簡單的剪接 非常簡單的剪接 那片頭片尾你可以加字幕 然後做轉場 鏡頭與鏡頭之間做轉場 比如說這個鏡頭 這個中段的切點 我要加一個轉場 轉場的效果在右邊這個地方 你點選它 然後你可以直接觀看 透過這個螢幕觀看不同的轉場的效果 比如說我選擇這個 那我這個直接把它拖過來 放在這個位置上面 然後壓Spacebar 可以看到它已經做轉場 那下一個位置呢 我要做另外一個轉場 我就選擇 不同的效果 也許這個 是我需要的 我就把它拉 拖一到這個位置來 然後再播放 把拔還拉飛 好了 直接轉過去了 下面我們再做另外一個轉場 把它拖到這個地方 在它前面點一下 然後壓Spacebar 播放 好這樣就轉過來 下一個我們再做一個轉場 最簡單的轉場就是 螢階叫dissolve 那就是壓command t就好了 直接壓command t command t 它就直接做一個簡單的轉場 就是所謂的螢階 螢階 那在結束的地方呢 我也可以壓command t 它就變成一個fade out 這樣 這就叫fade out 那最前端呢 我也壓command t 我們再點它一下 壓command t 對不起 前面因為沒有黑畫面做背景 所以它沒有辦法做 所以我需要 把整個段落 把整個影片選取之後呢 往後拖 往後拖 移動 移動位置在這個地方 要選擇一下 這個要放一個 這個position的位置 就是不是箭頭 而是一個 另外一個叫做 擺放位置叫p p的選項 點它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拖 拖曳它 它就往後移動 然後再回到選擇鍵 鍵頭的這個select 之後呢 在最前端點一下 然後壓一個command t 這個就是做了一個fade in 看到 直接做一個fade in 這個很簡單 這個很簡單 這個可以 爸爸看到沒 這些就是很快速的做了一個轉場 那接下去 也許我們需要加一個片頭 這邊有一個片頭的主題的選項 我們可以隨便找一個 也許是這個 直接把它拖到最前端來 它自動會向後擠壓 我們把中間那個黑畫面刪除掉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方就自動給我們一個片頭的底 片頭的底 那片頭上面呢 我們可以加字幕 在這個地方t點一下 那t字幕我們就加一個basic title 或你需要有其他的不同的title都可以 我們點選一個 它拖過來 直接拉在這個字幕的上段 這個字幕長短可以根據 你需要去拖曳 然後你選擇它之後呢 把時間 把這個playhead放在這個字幕上面 然後我們選擇text 在這個地方你就可以改換它這個字 改換它的這個 家庭團聚 這是家庭團聚 那你可以改字的 字的這個位置 你可以改換字的位置 根據你的需要 字中 然後 可以調 因為這是3D字 你可以調它的上下左右 左右 旋轉 方向等等 好 那麼你也可以改換它的 基本的一些內容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選項 那今天我先不介紹這個部分 我們知道怎麼上字幕就好 然後我們看到 在這個片頭呢 開始有3D字幕出現 然後長短你可以決定 如果這個時候我覺得夠長 我就把它拉到這個位置 然後它的結束點呢 我也一樣 我先把這個 transition刪除 我把這個片頭拉短一點 然後在這個點上我加個command T 好我目前前頭呢 一樣 我們加一個command T 好我們做一個fitting 然後家庭團聚 然後融到下一場 這個很簡單 好這個片頭字幕我們做好了 好我們看片尾字幕 這個t裡面 比如說我們選擇這個 作為我們的片尾字幕 只要把它拖過來 接上去 然後呢 把playhub放在上面 我們再來選擇它的text 它的text呢 它目前是title 我們改一下 改成 謝謝收看 這樣就好了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片尾字幕的效果 好 這樣就很快速的剪完一個簡單的節目 那今天我們沒有時間介紹 關於音樂 還有一些其他的效果 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就介紹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